大家好,我是中医狼马 癌症啊,作为目前的发病率逐渐的提高 而病死率呢,又特别的高 所以说呢,大家都谈癌色变 你像现在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呢,是肺癌 但是呢,最恶的是什么癌呢? 就是胰腺癌 而胰腺呢,也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重要的消化线 尤其是呢,它代谢着我们糖来的 大家讲讲糖,作为我们一个能量产出物 所以说呢,当我们胰腺出现了癌症 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糖代谢受到影响 那么人体呢,就会变得慢慢的消瘦 甚至死亡 所以说,胰腺癌作为目前最恶的癌 原来呢,我们肝癌作为最恶的癌症 癌症呢,作为胰腺癌呢 它最多发症就是我们一个胰头癌 胰体癌 这两个癌症发病率非常的高 这两个癌症发病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症状 一个呢,就是我们嘴巴的疼痛难忍 尤其是有可能伴随着我们左侧的后背 而且呢,这时候恶心呕吐的症状呢,也有 所以说有的人呢,吃神套药 几天以后呢,或者几个月以后呢,一茶 做CT,完了,胰腺癌 所以说,胰腺癌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 因为它比较饿,早发现早治疗 所以说呢,能有手术机会的时候呢 我大家一定记住,要去做手术 因为大量的隐性的癌症还有存在呢 因为我们能有肉眼所看见的癌症 甚至呢,影像能看见的癌症 我们首先把它切除 说癌症啊,它其实它对人体的影响最大的 一个呢,是它抢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糖,脂肪蛋白质,有微量元素等等 另一个概念,就是癌症 在它的生长,生殖的过程中 它的死亡的过程中 它分泌大量的内毒素 形成局部的发热呀,溃烂呢 还有一些消耗我们的体力 说大家讲一个,终于有一句话 迥责器械,发热 就会引起我们正气的不同 所以说,一般的癌症呢 都是本须标识之症 也就是全身的须,局部的识 那么我们解决呢,主要呢 就是在补益的基础上 来解读抗癌 活血化痰 理气散结 下面呢,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讲 一线癌,我的用药思路 一线癌呢,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流性女子 大约癌的时候 那年是43岁 现在呢,是46岁 三年了,人还存在啊 而且呢,癌体呢 也变得很小了 只有呢,一厘米左右 原来呢,都是三厘米到四厘米左右 因为呢,他这个人呢,还没做手术 我极力的去劝导他做手术 他也没去做 但是只用了一些化疗药和中药的联合治疗 所以说,我给他用药的思路是这样的啊 我给他用药思路呢 就是呢,第一 就是呢,以伏证为主 伏证呢,主要用了几个药 就是呢,二黄脊狗 黄脊配上黄精 黄脊一气 黄精呢,渐肾不脾一肺 也能够一气 同时呢,再加上鸡血藤 鸡血藤养血调精 养血红络 同时呢,又加上我们的苟脊子 大家想想 我们的胰腺和我们的肝脏 各属肝精的部位 苟脊呢,既能够撕肝阴养肝血 来补肝精 其实呢,也补我们的腺 在这个方式基础上 大家记住 肝需要我们肾的滋养 加一杯扑丝子啊 和熟地 这两个药呢,来滋阴温养 既滋了我们肾阴 又温了我们的肾阳 来呢,使我们的肾的功能 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功能状态 这样呢,我们的园阴炎养足 我们人体呢,就非常好 在这个方式基础上 我们加一些解毒 抗癌 化痰 活血的 加化痰的呢 因为它的舌苔呢 比较厚腻 加了半下 配上蛇被 而他这个人呢 蛇呢,是青子 而且呢,有淤点淤斑 加了活血的 活血的呢 就用了破于消蒸的两味植物药 就是我们的三棱片鹅猪 同时加上古别虫 古别虫这位药呢 破于消蒸 非常好 就这三味样来活血 防止它吐血 我们加了一个 香荷草 三十克 香荷草呢 既能补虚 又能止血 又能抗肿瘤 接着呢 就加一些 我们散结的 离气的解毒抗癌的 加上呢 百花蛇蛇草 繁殖连 石剑川 同时 对一线肿瘤非常好的呢 就是清热的龙胆草 因为它清干净的湿热啊 同时呢 抗一线肿瘤 又加上木通 来沥尿 沥尿 沥的是什么呢 泻热 同时 又加了我们的种结封 来清热解毒 就这几个药 同时加我们的连翘 配上呢 下枯草和毛爪草 再加上牡蛎 蛋结就可以了 这个患者呢 我没说吗 治了三年了 肿瘤呢 是一厘米左右 啊 这叫 与肿瘤和人呢 共同和平的生活在一起 这也叫人瘤共存 你不动脖 我不动你 互相和平的生长 互相和平的在 所以说呢 中医治肿瘤啊 再加上我们西医的一些 化疗药 我们就会形成呢 人瘤共存 甚至呢 把瘤消除掉 这个患者的病例呢 就给大家分享着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呢 一一回复